那我們大概知道就是說 反正我如果要算數字 就用什麼呢?用Count 算裡面有資料就Count A 算裡面是空白Count Blank 算裡面是不是大於30 那就是用Count一幅 OK大概這三個 那我們利用這個方法來算這個機率好了 所以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101年的機率 那怎麼算呢? 第一個插環數 我先算什麼 那個1號出現的機率 所以我要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因為這個如果你用過的 最近都會用過 你就列在這邊 Count If 用Count If按確定 那首先第一個 它會問你兩個一樣 你的Range 意思是說你要去哪邊找 那第二個問題是找什麼 哪一個數字 OK 那我們就是Range的話 是101年的那些 出現的中獎機率號碼 所以在101年 所以你點一下100 有不要放這邊 點一下101年 然後呢 你會發現它會出現什麼101年的驚探號 表示這個是一個工作 是跨工作表 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的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 理論上最好的選舉方法 當然你可以這樣選 不過我是建議 你這樣選 往下選 它可能會選過頭 所以一般習慣是 我先選橫向一列 就是1到7這個號碼 有沒有開獎號碼6個加一個特別號 在Ctrl Shift向下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它就自動變D2到J100 按個確定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它要問 啊 條件還沒有 要找什麼 所以再點一下 Criterium 找1號出現的機率 按個確定 這時候會出現17次 意思是在那個範圍裡面 我幫你找到了 1號出現的次數是17號 那再來的話 當然你如果要找2號3號 一直到42號的話 其實向下填滿就可以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範圍 因為你向下填滿 前面也講過 這個D2會變D3 100會變101 有沒有 所以我 比如說我現在向下填滿 它當然會出現一些錯 這個底下 看起來好像數量是對的 可是你會發現 有沒有 D2到J101 可是範圍沒變 有沒有 那個前面的101的開獎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 一定要在2跟100 前面加上前的符號 打個勾 這樣的話 向下填滿 才會是正確的 不過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順便學一個新的 這個方法 就是說 如果說 將來我們的這個範圍 假如是 跨工作表 然後你要選舉 其實很容易選錯 而且不方便 我是建議 如果像這種 跨工作表的範圍 我是建議 你先把這個範圍 怎麼樣 先建立一個名稱 然後以後用F3 有個快速鍵選取 來做會比較容易一些 而且比較不容易做錯 另外的話 後面還有很多 好的地方 那怎麼 我先做給各位看 第一個 如果我不要用剛剛這種跨工作表的選舉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用那個定義名稱 主要會用到的就是在左上角有一個叫名稱方塊 也就是我告訴他說我先選我這個範圍選完之後給他一個名稱 那以後用這個名稱代替這個範圍的意思吧 這個叫定義名稱 要怎麼做 一先把他向右選取 一樣感觸去的向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在這個範圍 我叫做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當然特別注意 我習慣是101好了 假設一定要這麼加 可是特別注意 這個定義名稱 他不能用數字開頭 有沒有 他說不是有效的名稱 所以怎麼辦 我就給他一個名稱好了 加上開獎好了 也許這個叫開獎101 Enter 那這個範圍以後叫開獎101了 那一樣 當然順便 這個 把這個複製一下 也許 102年 一樣 向右選取 七個號碼 D到J Ctrl Shipt向下 這個範圍叫什麼呢 開獎102 那因為如果這樣 你有很多年的話 那就是 可以一次做很多個範圍 再來這個地方有什麼改變 特別是 你剛剛這裡 就不需要這麼麻煩了 你只需要怎麼樣 按F3 那個範圍就出來了 那個範圍你就不用選了 不然的話 我是覺得很容易做錯 就是你跨工作表 然後還要再選 然後還在鎖 很容易做錯 那這個方法的好處是說 他會比較清爽 而且不容易做錯 OK 所以特別是說 把他選101 按確定 這個公式呢 這個公式呢 也會比較簡短 而且看起來 真的也會覺得比較爽 就是清爽一點 比較不會說 有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按確定 好 把他向下填滿 全部算完了 OK 但是問題 我們現在並不是說呢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次數馬上幫你算完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到底哪一個最多 哪一個最少 其實呢 剩下來就是算機率 那機率的統計方法就是說 我要把它出現的次數 再除以什麼呢 除以他前面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101年裡面總共 數字有幾個 有幾個的話 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抗扯 然後開講101就好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除以什麼呢 再用剛剛用過的抗扯就好了 除以抗扯 範圍的話就是再把這個什麼 F3 給他開講101就好了 幫我算一下 這裡面有幾個 59 594 因為總共 好像就記得99期 每一期7次 好 所以594幫我算完了 然後按個確定 OK 是我剛剛 特別號 啊 對 剛剛這邊 所以剛剛那個 這個對不對 這個對 這個都漏掉了 所以書長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像剛剛這個地方 開講101我定義了 可是我少這個怎麼辦 沒關係可以修改 怎麼修改 記得從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也就是說如果你定義的名稱 它都會在這邊顯示出來 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那這個做錯怎麼辦 沒關係 重選 怎麼改 其實你可以從底下這邊買 應該是 D2到J 的100 可是我這邊好像少一欄的 慢慢把 J I改成J就可以了 改完之後 前面有個打勾 打個勾 OK 按個關閉 這樣就改完了 102 OK 看一下 這個範圍 看起來 D到J沒問題 是不是到105 好像105 沒錯 那如果你錯了沒關係 修正一下 打個勾就好了 OK 所以可以從公式 公式裡面的 名稱管理員去修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都出來了 那機率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這邊看起來好像 0.0245 31 這太難理解了 所以我今天如果希望 能夠幫我顯示成什麼呢 顯示成比較好理解像什麼 1萬次出現幾次 所以其實可以取到哪裡 取到這邊吧 1萬次出現245次 所以1萬是分母 245是分子 那如果我想要把這個格式變成這樣的話 其實怎麼做 其實特別是你可以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裡面的話 記得裡面有沒有分數 有沒有是萬分之多少的 好像沒有 分母只有100 沒有1萬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先選分數裡面 百分之多少 再把它改成制定 那如果100的話 把1萬加2個0比較好 有沒有 245要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馬上向下填滿 點兩下 好 馬上一目了然的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跟他分析說 如果你有長輩 你家裡長輩很喜歡買 然後他很喜歡算的話 你甚至你可以跟他講說 網路上這些資料都有 你可以把它抓下來 然後跟他分析說 哪一個 哪一期 他的開獎 的狀況怎麼樣 全部大概 你可以簽以下幾個號碼 會不會機率會比較大一些些 OK 那最後的話 做完 這個101年 那102年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它貼到這邊來 改 改什麼地方呢 102 有沒有 因為其實他 原理人一樣 只是說他的範圍不同 那你就要改一下 101改102 101改102 那你打個勾 就OK了 那這個公式 有沒有 格式部分怎麼做呢 你當然你可以重做啦 不過如果你不想重做 你在常用裡面有個刷子 叫複製格式 複製格式你可以點一下 把這個格式 這邊的格式在這邊刷一下 它就跟它一模一樣了 用複製格式 複製這個的格式到這邊來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101年跟102年的機率就完成了 那哪一個機率最高 你這邊就等於什麼 這個機率 加上 這個機率 兩年加在一起 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 就OK了 有沒有 就是1萬次 這兩年出現451次 OK 那哪一個機率最高 排名 所以我們後面就是要把那個排名抓出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我們主要是用conif 這個範圍 找1號 有沒有 除以它全部的號碼 那這個開講101怎麼做呢 記得就是先切到這邊 把這個範圍 選右邊7列 Ctrl Shift向下 再到這邊呢 輸入什麼名稱 記得按Enter 這個名稱就跑到 我們的公式的名稱管理員裡面了 一個 再做兩個 然後最後的話 以後呢 就用F3 記得有個關鍵的 這個有沒有 如果你要把那個 調用出來的話 按一下F3 它就會出現了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 你會用F3的按鍵 它就會把這個調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算一下這個 開講101 101年的中獎機率 跟102年的中獎機率 到底哪一個是最多的